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载功能已经完成了,并且我们已经把下载歌词的功能也已经完成了,对吧? 那现在呢,我们要实现一下我们这个歌词显示的这个功能,啊,就是它滚动显示的,对,唱歌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步一下显示这个歌词,是吧? 那首先呢,还是先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啊,呃,这显示歌词这个就比较稍微要容易一些了啊, 稍微要容易一些,大家看啊,如果我现在在播放的是这个,现在默认是小苹果这首歌,对吧? 嗯,啊,小苹果,然后呢,现在我点击播放,这是播放小苹果这首歌,对吧?嗯,然后呢,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界面,对吧? 这是播放页面吧,播放页面啊,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我们切过来,切过来,这边就应该是直接显示, 它会同步的你唱哪一句,它就,呃,到哪一句,是吧? 然后有一个小维的一个背景,那本来我这个背景呢,想用想用这张图的,但是这个图呢有点太花了,是吧? 嗯,太花了,太花了当然也有一个解决办法啊,你可以把这个,呃,它的那个透明度变低一点,是吧,透明度变低一点,那可能可能就比较好一点,但是后来我就改回来了。 就用一统一的一张背景 这张背景呢 也是这个显示歌词的这个组件提供的 所以我就直接用它了 那么这个歌词呢 这样显示下去呢 还能进行拖动 你看看到没有 拖动中间是不是有条线 有条线你可以拉这个歌词 相当于也是相当于是快进 对吧 你直接往下拉也是可以的 所以歌词就一直会去走 那首先这个歌词怎么来的呢 那这个歌词呢 它的这个来源是 首先先从我们这个存储歌词的那个目录 就是LRC那个目录 还记得吧 我们下载歌词那个目录去找 找有没有这首歌对应歌名的这个歌词 如果有直接就拿过来 就是显示用就行了 这是一个显示歌词 这是一个组件 一会我们给大家说这是什么组件 直接就显示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的思路应该怎么样 没有的话 我们还要去找这首歌的歌词去下载 是吧 去网络上下载 那下载如果是有就下载下来显示 如果是网络上也没有也找不到 那就空着吧 那就空着了 那就是就什么都不显示 歌词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这样一个思路 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有些可能关键字不匹配啊 或者什么他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时候 对吧 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然后这是显示歌词的 好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显示这个歌词这个呢 是用了一个第三方的也是第三方Github上的一个组件 专门显示歌词的一个组件 OK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组件啊 不是介绍过啊 没介绍过 我是提过这个显示歌词这个组件这个东西 是吧 嗯 呃这个组件在哪呢 这个组件是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先的这个退出去 我们找到我们的呃可以上我们的Github 对吧 嗯 上我们的Github上Github上找有一个叫安卓lrcview这样一个组件 你搜一下安卓A这个叫就是安卓lrcview 这个啊 用的是对这个组件是吧 嗯 然后呢 点击进来 然后你就可以呃下载下来了 我用的就是你看他里面提供的这张背景图片 看到没有也能进行这个呃 这些功能都是这个组件里面的功能 对吧 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啊 非常非常简单 他提供了两张图给你 是吧 然后你看你就把这个下载下来就就OK了 是吧 把它下下来就可以了 好下来下来以后呢 怎么用呢 怎么用呢 下来下来以后我们是在这儿啊 比如说我这边叫安卓 我这里下的组件比较多啊 这个位置 这个安卓lrcview这个master 这个过来啊 这里面这是两张他的这个示例的图是吧 实际上他里面用的东西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东西啊就几个类 你就呢 我就是没有用引入的方式啊 用了一种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比较简单 我直接就把他这个什么 这个他就一个包 嗯 就把直接把src下面这个目录 因为他里面用的这次都是他写的这个原代码嘛 对吧 组件原代码嘛 你把这个包名 怎么样 直接拷贝过来 是吧 嗯 直接复制过来 嗯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去 你看啊 我就把它复制到这儿 看到没 这DOU 复制过来 是不是这两个东西啊 嗯 然后呢 他里面有一个这个LRC demo是吧 LRC demo 这个demo你就照着他来写就可以了 一会我们来看他的啊 怎么来写 很简单 这个view呢 主要是这几个就API的类 你要考过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在这个src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src他有什么呀 他什么都没有 对吧 这边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有他有一个背景图片 我用的就是这张背景图片看到没有 嗯 刚才看到那背景图片用这张图片 对啊 把这个图片呢 我们握回他考过来了 知道吧 就考了这两个东西 就考了这两个东西 考了这两个东西以后怎么去用呢 怎么去用呢 你看啊 他这边是有个实例啊 嗯 对不对 他边有个有个有个这个实例 我们可以 可以用这个原代码的方式 给他打开是吧 嗯 嗯 给他打开 OK 你看 这是他的这个原代码 那你就照他来就行了 是吧 嗯 照他来就行了 那他这里面你看创建的时候呢 他实际是用的是这个lrcview new了一个lrc 嗯 lrc这个view 然后呢直接放到了这个set contentview里面去 是吧 放进去 然后呢这边是他的这个build啊 这个是 构建这个lrc的这样一个build build这样一个类 然后呢再把你的这个歌词 他歌词呢测试的歌词 放在这个asset里面对吧 asset里面 我们就是放在那个sd卡上 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啊 换一下 然后把歌词呢 放到这个先 首先先把歌词先怎么样先读出来 读出来变成一个租物串 变成租物串 然后把这个租物串呢 通过build的方法 设置到这个 呃 获取就 转换一下 像这个类就是一个转换类 把这个sr 把这个lrc里面这个租串 租串 全部转成list 是吧 就一行表是一个lrc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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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行嘛 就歌词是不是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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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面有时间是吧 前面有时间 就到哪个时间显示哪个 到哪个时间显示哪个 就一行一行的 就把它转换到这个list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list等low呢 这个lrc 就设置到这个lrcview里面去 是吧 然后这个是begin play 就这么点东西 然后这里设定一个监听器 这个监听器呢 就监听你那歌词网上滚动的时候 是吧 各自网站滚动的时候 你应该让你的 让你的这个播放 Sig2到哪去是吧 就拉到哪 就相当于快键到哪 快键到哪 就是一个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就就没了 所以它这个例子 还是非常简单的 那我们加进来 也是非常简单的 把这个复制进来以后 我们看在哪加 我们加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PlayActivity里面 是吧 PlayActivity里面来去加 那我加的时候呢 是放在哪呢 在IS下面 Layout下面 我是显示歌词的那个位置 叫LRC Layout 对吧 对吧 LRC Layout 我这里就直接用 这个 布局的形式来写 知道吧 布局的形式 然后一个宽高 一个LRC View 什么也没有 这比较简单 就直接把这个歌词呢 就在这 一个组件就在这显示 我不是溜进去的 对吧 哎 就是这个全屏的方式 对吧 全屏的方式 这样我就在这个里面去定义 对 好 在这边定义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PlayActivity里面看啊 PlayActivity里面 切换标签的时候 我们在哪呢 我们是把这两个标签都放在哪里啊 放在这个ViewPager里面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歌词跟那个 跟那个是一个切换 对 切换的一个一个功能吗 然后LRCview呢 在这定义 在哪在哪里是一个设置呢 在初始化 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嗯 在初始化这个这个View的时候 viewPager的时候的 那一个地方 这看到没有 嗯 !, 看到没有 嗯嗯 这个位置啊 我就先先去设置了 首先把这个LRCview拿出来 翻译出来 然后这是设置它的这个滚动对不对 设置它的这个滚动实践 滚动实践很简单了 非常简单 就判断一下 这个play solace是不是正在播放 如果是在播放 我就拖到哪 设个兔到哪 设个兔到哪 然后这个roll time 就是你当前的这个时间 它里面这个对象里面定义的时间内容 这个是 这个是str time 也是一个时间 应该是一个结束的时间是吧 这是总时间 这是应该是到哪 这应该是到哪的时间 播到哪的时间 然后sick2 你就把它 sick2到这就行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跟这个时间是统一的 正好是统一的 是吧 然后这个是正在加载歌词 就loading tip text 就是刚刚加载的时候的提示的 那个字是吧 然后这是设置一个背景 背景 背景呢 我还设置一个透明度 这255 我设成150 对吧 大小 0到255 我设置这个 透明度是150 稍微有点透明的感觉 朦胧的感觉 是吧 好 然后把它添加进去 设置上去 对吧 这是这个歌词 然后加载歌词的时候在哪进行加载呢 所以加载歌词的时候在哪进行加载 你看我写了一个方法叫做 这个load lrc看到没有 load lrc这个位置就是用来加载这个歌词用的是吧 加载歌词 这是读取本地文件 看到没有 读取本地文件 这是我new的一个视频buffer 因为所有歌词读出来要放在一个视频里面 我就用视频buffer来处理了 然后这是char 这是跟我们以前读文件一样的 buffer reader 然后只要你有这个文件名 然后一个vile循环 啪啪啪往里读 是吧 这我就不细说了 读 然后关闭 然后读完以后 是不是我们就跟它套路一样 这个builder new一个defaultbuilder 然后把这个buffer的视频放进去 转换成lrc的一个list列表 是吧 然后把它设置到这个lrcview里面去 是吧 给它设置进去 本来一开始我还想是 说获取那个图片 然后把它设置进去 后来发现这个加透明度呢 它也不太理想 因为图片大小不一样 特别别扭 所以就算 还是用统一张图比较好看一点 好吧 好 所以把这个代码就先注视了 好 这个loadlrc方法在哪进行调用 看 看 在哪进行调用呢 注意看 我们是放在了 publish看到没有 这两个是专门用来切换状态的 是吧 看到没有 change跟publish还记得吧 这是用来发布进度的 发布进度的 然后这个change呢 是用来放什么呢 改变里面的这个内容 这一段 是吧 change的时候 我就开始 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 加载个词了 每次change UI发生变化的时候 更新UI的时候 我们去做 拿到这个歌曲的名称 是吧 然后呢 拼出它所在的这个什么 lrc的path 就是它所在的这个 本地的这个路径 就是说HD卡上的这个路径 是吧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不存在 那我是不是要去 网络上去下载啊 对不对 网络上去下载 诶 正好我们这个 下载的时候 你是不能直接下载的 我们还需要把这首歌 先搜出来 从那个百度上 先搜出来 是吧 搜出来 搜到那个界面 是吧 对不对 搜出来 搜到那个界面 你看我这里也是用这个 同样这个 search music utel 这个工具类 之前搜索的 是一样的 搜索出来以后 我们得到了是这个第一首歌 是吧 嗯 你看我们这里得到的是第一首歌 你看 lesson 这里面是search 我search根据什么关键字去查找呢 我一根据歌名跟歌的歌者 就谁唱的 两个关键字去搜 去搜 为什么用两个关键字去搜呢 因为一开始我根据歌名去搜 发现 好多人都 有同名的 对对对 是吧 有歌曲同名的 到了你把那首歌下来 那就跟你唱的 对不上了 对吧 对不上号 所以呢 就加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这个歌名 再加上一空格 然后呢 这是一个歌手 是吧 一个歌手 这两个去搜 明白了吗 这样一种 就好比我们在那个百度上 百度上怎么 怎么搜一样 百度 然后这边是音乐 我在这儿搜是一个道理 对吧 搜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 我要搜这个歌名 是叫什么 安静 安静 周杰伦是吧 你看 他不是出来了吗 安静 空格 周杰伦 是不是收到这首歌了 对吧 这首歌 然后我这个列表 我取第一首 是吧 我取的是第一首 拿到第一首 拿到第一首 第一首里面的 就有下载歌词 这个地方 就跑到这个页面 里面来 来进行下载 对吧 对 跑到这边 你看他的送 你看送呢 他搜索的时候 就前面有个S 就跟那些是不一样的 对吧 跟那些前面 那个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 这是这样的 我取的是 你看搜索出来 取的是中间的第一个 是吧 第一个歌曲 然后第一个歌曲里面 再通过 他的这个下载歌词 是吗 对不对 再去下载 他的这个 这个歌词 追 下载完 这个歌词 掉到他的 download的方法里面 然后把这个歌名 Handler传进来 Handler传进来 目的就是 他能通知我是吧 对不对 他能下载完以后 能够通通知我 一个search 一个search Handler在哪呢 我们这里的是 MyHandler 我们自己写的一个 叫MyHandler 这 是一个静态的 这 对吧 MyHandler里面 那么你就 我这里就判断了啊 download里面 如果是歌词下载成功 是不是 歌词下载成功怎么办啊 叫load LRC啊 是吧 play点load 如果失败 就歌词下载失败 就现在失败就行了 load LRC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那个地方了 就加载这个歌词的这个地方 是吧 就加载歌词的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就可以去去写了 但你load的时候 你刚才下载的时候呢 下载的时候 在那个初始化的地方 在哪呢 在load的歌词 应该是在这个Handler里面来写 是吧 嗯 Handler里面的方式来写 然后你要更新它的那个进度 你还有那个拉的地方是吧 就你拖拽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吧 拖拽的地方呢 你因为拖到哪 你得重新 这个更新这个LRC是吧 更新LRC Publish的时候 所以你这里要发送一个Handler 一个Handler Send 然后在这里面去 去更更新 更新它里面的内容 不能直接写 因为它是 这是一个单独的线程 非UI线程是不能访问UI组件的 对吧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嗯 就在这 这是一个更新时间 跟更新歌词 是不一样的吧 嗯 你拖的时候呢 就是Sig2到哪去 是吧 对吧 Sig2 Time 然后把它转一下 就可以了 是吧 嗯 这是这个位置 然后显示歌词的这个位置 应该说是我们下载完了以后 就比较方便 对吧 对 比较方便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效果了 可以播放 这边就能正常放 比如下一首 下一个小苹果 嗯 是吧 拉着 对吧 对 这唱 对吧 嗯 没问题吧 嗯 嗯 这个没问题 是吧 反正你切歌 这首歌就 就就没有 是吧 这里没有收到的歌词 就是正在加载歌词 这个位置 这个也没有 是吧 八戒八戒也是有 对吧 这个也没有 这是北京北京 对吧 嗯 这等了多久 大概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过程啊 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我们加进来这个歌词 这个里面呢 它这儿呢 一加进来可能这比较小啊 你要跟进你自己的屏幕去调整一下 因为你这是直接放进来的是什么呀 直接放进来是原代码呀 嗯 对吧 对 包括这个颜色呀 什么的啊 这个字体大小 你都可以去改 知道吧 因为在view里面呢 这有个lrcview这个类这个类相当于是就是原代码的一个类对吧 嗯 原代码类我这里呢稍微调整了一下它的这个字体啊 字体就是这儿把这个字体改成了这个30最小25这个最大30对吧之前是251523我就是比较小是吧比较小我就把它改一下你看这个就是download这个正在下载歌词的这个提示是吧 这提示你就根据他你看这是为什么我这个显示是黄色吗 嗯 就是当前的也亮度是是是黄色然后这是那个那个没有唱的那个那是白色这是那个线的颜色是吧 对 就那个线的那个拉动那个线的那个颜色你都可以去调整对吧 嗯 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然后就把这个歌词就给相当于是显示上去 OK OK 好呃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歌词这个功能 啊歌词的这个功能 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嗯 好吧 OK